大家好,我是Will 今天我们来讲兰可尔案 这起案件发生在2013年的洛杉矶 一名华裔女孩在酒店离奇死亡 轰动了全世界 这个女孩就是兰可尔 兰可尔出生于1991年 是加拿大籍华裔 父母是香港移民 1990年代移居加拿大 在大温哥华地区从事餐饮行业 兰可尔高中毕业于温哥华大学山中学 随后就读于温哥华的 布列甸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心理学 她的同学形容她性格开朗 待人友善 然而在一次前往美国的独自旅行途中 让这个年轻女孩的生命 花上了句号 那么那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所有人都对此案充满了质疑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推回到 2013年的1月份 2013年的1月 正是北美最寒冷的时候 还在温哥华上大学的21岁女孩兰可尔 决定独自一人前往美国加州旅行 对于这样的想法 她的父母可不太赞成 因为毕竟是女孩子 一个人出国旅行总是不太放心 不过在女儿兰可尔的一再坚持下 父母还是统一了 不过她必须答应一个条件 就是每天都和父母通电话 于是她就离开了加拿大来到了美国 她乘坐沉寂巴士一路南下 去了圣地亚哥动物园游玩 还在社交网络上发布了自己游玩的照片 看起来旅行很愉快 在1月26日的时候 抵达了洛杉矶 两天后 她住进了位于洛杉矶市中心的赛西尔酒店 说起这家赛西尔酒店 可不是一般的酒店 它始建于1927年 酒店有14层 共600多间房间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处在洛杉矶市中心 因此在上世纪20年代开业初期的时候 主要用于接待商务人士 不过到了上世纪30年代 这里逐渐变成了歹徒流氓的聚集地 1947年 这里发生了轰动全美的著名大案 黑色大梨花 凶手将美国女演员 伊丽莎白·肖特杀害并肢解 扔在了路边的空地上 被害人最后现身的地点 就是这家赛西尔酒店 除此之外 著名连环杀手理查德·拉米雷兹 以及杰克·恩特维格 分别于1985年和1991年 在这家酒店投诉 另外 赛西尔酒店还发生过 多起跳楼自杀的事件 可以说有着各种的黑历史 被人称为死亡酒店 如今 这家酒店依然开业 已经变成了一家经济型酒店 有点像青年旅馆 允许一些人合住 这样就可以以更低的价格入住 由于价格便宜 兰克尔就在1月28日的时候 选择了这家赛西尔酒店 并和另外一名陌生人 住进了五楼的一间共用房间 不过很快的 他的室友就抱怨兰克尔 有着某些奇怪的行为 实在无法忍受 于是在两天后 兰克尔就搬到14楼的一个单间 独自居住 独自在加州旅行的兰克尔 一直遵守着和父母的约定 每天都和他们通电话 然后到了1月31日 他的父母却没有等来他的电话 按照原计划 这天兰克尔将离开赛西尔酒店 前往申克鲁斯 然而和他一直保持着联系的父母 这天却突然和女儿失联 远在温哥华的他们万分交集 直觉告诉他们 一定是出了什么状况了 于是就果断拿起了电话 向洛杉矶警方报了警 希望他们能够帮忙 找到女儿 洛杉矶警方接到报案 就派出了警员前往赛西尔酒店 在合法的范围内 他们搜查了兰克尔的房间 然而并没有什么发现 随后警察带上了警犬 对包括屋顶在内的建筑做了搜查 然而他们并不能搜查酒店的其他房间 最终也没有找到他 随后警察就在酒店周边搜查 到了附近的一家书店 书店经理凯蒂奥尔潘告诉警察 曾经看到兰克尔前来买书 他很外向 非常活泼 非常友好 经理接着向警察说 他好像在选购一些书作为礼物 带回家送人 因为听到他在谈论 拿什么书 以及书是否会太重 旅行时随身携带 是否会不太方便 时间来到了2月6日 距离兰克尔失踪 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 洛杉矶警方决定 将印有兰克尔照片的传单 在酒店附近张贴 并把它发布到了网上 至此 兰克尔失踪案 进入公众的视野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 时间来到了2月15日 洛杉矶警方公布了一段 酒店电梯内的监控视频 正是因为这段四分钟的视频 让兰克尔失踪的消息 以爆炸性的方式 在各大社交网络上传播 该视频在当年的优酷网上 发布后的十天内 获得了300万次观看 和4万条评论 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在当时 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播放量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警方称该视频拍摄日期 为2月1日 从画面上可以看出 兰克尔进入电梯后 以一个略微夸张的姿势 凑近了电梯的面板 然后从上到下 把所有楼层的按钮都按了一遍 这时候可以看到 电梯门关了一点 但马上又缩回去了 随后兰克尔慢慢来到了电梯 令人非常不解的是 早应该关闭的电梯门 却一直没有关上 这时候兰克尔躲到了电梯的死角里 然后他走出了电梯 接下来兰克尔就做出了一系列诡异的动作 只见他张开了双手 在身前上下左右不停地摆动 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随后他又掰起了自己的手指 15秒之后 他消失在了监控画面里 随后电梯门就关上了 恢复了正常的运作 这段视频一出 把这件失踪案推向了一个顶点 一夜之间传遍了全球的媒体 引起了一片哗然 兰克尔的这一系列举动 几乎就在恐怖片里才会看到 然而这一切却活生生地发生在了现实之中 为此许多媒体和网友对这些行为做出了解读 有人认为他在躲避某个人的跟踪 并且那个人在电梯外一直按着按钮 所以电梯门始终关不上 有人觉得他刚进入电梯的时候表情显得挺正常的 没有明显的慌张特征 应该不太像是躲避某人 反而像是在期待着某人进入电梯 一时间众说纷纭 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大家期待着警方能够找回兰克尔 这样只要问一问他本人 一切的谜团就能迎刃而解了 根据加拿大多元文化电视台报道 与兰克尔从小学中学到大学都是同学的12年好友伍麦表示 他从电梯监控画面里看到兰克尔和平时的作风完全不同 这家塞什尔酒店里充斥着各种怪异人士 加上该地区毒品猖獗 所以周围兰克尔的好友 严重怀疑兰克尔是遭人下药了 一名据称是兰克尔的朋友的人 在网上放了一张兰克尔寄给他的明信片 明信片上有兰克尔的签名 并且有的一些诸如 这令我毛骨悚然 朝圣等奇怪的字眼 使案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由于离奇的说法不断被人讨论 兰克尔生前所居住的塞什尔酒店 也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大批游人前往塞什尔酒店参观 出现了访问者的骤增 甚至出现了订房爆满的现象 订房价格也出现了上涨 更有当地华裔市民 亲身前往现场搜证 进行民间调查 希望能够解开 在互联网上分传的各种灵异传说 2月19日早晨 塞什尔酒店有客人向酒店投诉 说房间内的水压过低 并且隐隐约约在水中 闻到一股臭味 于是酒店就派出了维修人员 前往楼顶的水厢检修 这名维修人员打开水厢的盖子一看 竟然发现了一具尸体 吓得他赶紧报了警 警察接到报警后 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发现水厢里是一具全裸女尸 头朝下脚朝上 身体异常的扭曲 水厢内的水还有三分之二 由于尸体沉在了水厢的底部 打捞难度大 于是又派了20多名消防员 花了很大的力气 用电锯锯开了水厢的侧面 才将尸体打捞上来 他正式失踪半个多月的 加拿大籍华裔女孩兰可尔 一些类似电梯监控画面中穿的衣服 漂浮在了水厢里 并且他的手表和房间钥匙也被发现 2月21日 洛杉矶验试官办公室 发布了初步的验试结果 兰可尔的死亡原因是 意外溺水死亡 死亡日期为2月1日 也就是说 从2月1日到尸体被发现的2月19日 整个塞西尔酒店的人 喝了大半个月的泡湿水 由于尸体在水中浸泡 已经变得非常浮肿 在他身上没有发现明显的外伤 也没有发现性侵的痕迹 完整的验试报告 一直等到4个月后的6月份 才公布了出来 这份完整的报告 一共有27页 可以看到在兰可尔的体内 残留着多种药物 比如拉莫三禽 奎流瓶 文拉法新 这三款药是治疗躁郁症 或是抑郁症的药物 兰可尔或许患有比较严重的躁郁症 我们知道躁郁症的全称是 狂躁抑郁症 其症状表现为时而情绪低落 时而情绪高涨 一日之内情绪可以起落数次 警方认为 或许就是这个原因 导致了兰可尔意外溺水死亡 对于警方给出的 意外溺水死亡的结论 再次引起了网友的一片热议 然而该案件有太多的疑点 很多人都认为兰可尔是死于他杀 警方公布的4分钟的监控录像里 左下角的时间戳是经过处理的 所以会非常模糊 看不清具体的时间 有技术性网友把正常运行的时间戳 和视频中的时间戳做对比 发现公布的视频中的时间戳 是经过剪辑的 并且部分画面的速度被放慢了 那么洛杉矶警方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引起了大家的质疑 是否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兰可尔死亡的地点 是酒店楼顶的水箱 然而这可不是普通人 随随便便就能上去的 有网友通过实地探访 发现想要到达楼顶有三条通道 第一条通道是通过消防楼梯 像这样的楼梯有三个 不过一个女生想要通过这样的梯子到达楼顶 是有一定难度的 第二条通道是一扇锁着的门 门要是由酒店工作人员保管 第三条通道是员工通道 这条员工通道是带有警报的 只要有人通过就会触发警报 可见如果兰可尔想要独自一人到达楼顶 而不被人发现 需要对整个酒店通道非常的熟悉 难度是相当大的 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 有熟悉酒店通道的人 把他带上了楼顶 楼顶的圆形大水箱高三米 宽1.37米 能蓄水3000绳 假设兰可尔过了第一关 到达了楼顶而没有被人发现 那么接下来第二关 就是如何爬上这个大水箱 从现场来看 水箱的边上有一个梯子 可以通过梯子爬上去 也可以借助旁边高出的墙面和栏杆 爬到上面去 不过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同样是具有一些难度和危险性的 假设兰可尔攻克了各种难关 独自一人来到了水箱上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不可思议的地方 要知道楼顶的水箱盖子是很重的 如果兰可尔是自杀 或是意外跌入水箱 那么这个盖子是怎么盖上去的呢 我们刚刚提到洛杉矶警方 在2013年6月的时候 发布了一份兰可尔完整的验尸报告 这份报告也是向所有人公开的 当一些专家看到这份报告以后 也提出了质疑 比如报告没有直接说明 强奸及指纹鉴定的结果 也没有说明一些鉴定的过程 是怎样进行的 报告显示 兰可尔下体 有皮下血液堆积迹象 这很有可能是性侵犯的迹象 不过也有专家指出 在尸体腐烂肿胀的过程中 也会出现这种迹象 值得注意的是 原先这份报告上给出的结论 是无法确定 这里可以看出 报告上的死因有几个选项 自然死亡 自杀 凶杀 意外死亡 或无法确定 这五个选项框 其中意外死亡框的打勾时间 为6月15日 但在三天后 又在无法确定框上打了勾 此时距离完整版验尸报告的 最终发布日期 只有三天 可以看出 洛杉矶警方本身也很犹豫 在这种情况下 结果是不是更应该为 无法确定呢 之所以大家有那么多的质疑 根本原因就是通过这些证据 来判定兰可尔是意外逆亡的结论 是非常牵强的 完全不能令人信服 大名鼎鼎的华谊神探 李昌玉先生 对兰可尔案的观点是 一定是谋杀 在美国 破案需要人证物证 如果被害人家属 对警察的结论不追究 你也不能去做额外的事 这是美国的法律制度 虽然兰可尔案 已经过去了六年了 然而警察的结论 却始终无法令人信服 究竟兰可尔是自杀 意外逆亡 还是他杀 谁也无法彻底说服对方 只能期待有一天 能够真相大败 我 manages要把酒统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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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